今天清塵深塵的第十四號颱風 小犬會慢慢的接近我們臺灣附近 青苔小犬凌晨深塵 下週會慢慢接近臺灣 目前在鵝鑾壁東南東方 以每小時三公里速度向北行徑 預估週三週四外圍環流 將會對臺造成影響 還可能達到中臺等級 對臺灣影響的程度 取決於在二號之前偏北的一個程度 倘若他比較偏北 那對臺灣影響就會比較明顯 比較偏南的話 對他的影響就會稍微比較小 目前路徑不確定 對臺灣影響取決於下週一偏北程度 確定是否會影響到陸地區域 目前來看和東北季風 共辦狀況還不明顯 未來天氣狀況 週日以後一直到週一上午 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東半部要留意局部降雨 直到週一下午季風減弱 雨勢才會趨緩 三號整天 則是受到北方乾空氣影響 天氣狀況也會比較穩定 四號以後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降雨還是以東半部為主 整體的雨勢呢 還是要視颱風移動的路徑 的狀況會有所改變 如果颱風的路徑比較偏北 可能雨勢的區域 就會是以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比較偏南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這個還是屬於後期不確定性 還是比較大一些些 青台小犬前身為天平颱風 在二零一七年在菲律賓 造成當地致災性破壞 曾釀成一百六十死 二零一二年八月 也曾二度席臺重創南部 為此颱風委員會決定將天平除名 新名稱由矯犬取代 這回颱風來勢洶洶 廉價過後臺灣天氣變化大 室外活動也要多加留意 三一新聞 何孟哲 下方名 SNG小組 臺北採訪報導